在上一節的課程中我們建立了制定的內容類型叫做3C產品 在這兩節的課程中我們要來管理3C產品這個內容類型它的呈現方法 這一節課程我們採用的是Drupal 7本身的欄位呈現管理的方法 在下一節我們準備利用其他的模組把欄位的呈現做比較大的改變 首先請你先以最高權限使用者進入到這個網站 接下來來到工具列再來來到架構接下來來到內容類型 來到3C產品這個地方我們在它的操作區選擇它的管理顯示 進入到管理顯示之後請你注意到在管理顯示下面還有兩個職業簽 一個是叫做預設一個是叫做摘要 我們目前是在預設這個職業簽裡頭 這裡有3C產品這個內容類型的所有欄位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們的欄位呈現方法做一下調整 首先Body就是內文 內文目前在講它的標籤是隱藏起來的 格式採用的是預設的 我們也可以使用已經截取的內容 那麼截取內容預設的長度是600 這個我們還可以做改變 不過目前在預設這個模式來講的話 是指全文模式中如果你沒有定義全文模式的情況下 那麼它會採用這個預設模式的呈現方法來呈現 因此我們不會把內文的長度做一個截取 所以這邊目前我們先按取消 接下來我們看它還有什麼方式 如果是存文字的情況下 那麼在裡頭的一些HTML標記會被移除掉 如果是採用摘要式的方式呢 那麼首先它會看摘要欄位裡頭有沒有打上摘要的文字 如果沒有的話它會改用以截取內容的方式來截取部分的文字出來 這個我們使用預設的方式就好了 接下來是圖片 那麼圖片的標籤是在上方 然後它的格式是採用圖片的方式 或者我甚至可以把圖片給隱藏起來 我們還是把圖片恢復回來 再來我們的3系產品裡面有一個上傳檔案 目前它的標籤也是在上方 採用的格式是一般的檔案 了解目前的設定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呈現的長相 我們先來到工具列上面 在首頁這個按鈕 利用滑鼠右鍵我們開一個興奮頁來觀察 來到興奮頁這邊 在首頁Android這一篇文章呢 是我們3系產品類的一個內容 目前它是採用摘要模式的方法 因為在首頁這裡來講 有幾篇主要最近文章的介紹 它採用的是摘要模式 而不是全文模式 因此我們在Android的這邊再點一下 現在我們進入到Android這一篇文章的網頁 你可以看到在網址上面它是Node10 在這裡它會用全文的方式來呈現 因為我們沒有額外經歷全文模式 因此它會採用預設的模式來呈現 首先這一篇是它的本文 也就是它的Body 它會全部呈現出來 再來是圖片 你可以注意到圖片它有一個標籤 看一下我們目前的設定 圖片的標籤是在上方 在圖片的上方 格式是圖片的方式 看一下圖片的標籤就這裡 它剛好就在圖片的上方 然後圖片本身秀出來是它的原始大小 我們並沒有做任何的調整 再往下 下面這裡是第二張圖片 再來上傳檔案 這是它的標籤 實際的檔案在這個地方 好我們再回到呈現的地方來 在圖片這個地方它使用的格式是原始的圖像 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 透過圖像樣式 把這個圖片利用其他的樣式方式來呈現 例如說有Thumbnail、Medium或Large 我們來試一下Large的看看 然後這個圖片可以有一個連結 要連結到哪裡呢 一般來說會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連結到它的內容節點 也就是這一篇內容 或者連結到檔案 這裡所指的檔案就是圖片本身 當你如果連結到檔案的情況下 而User在這個圖片上面點按一下的時候 那麼會秀出這張圖片的全圖 OK我們按更新 再來上傳檔案我們也改一下 這次我們改成是採用檔案列表的方式 變更設定以後按儲存 好我們再回到Android這一篇3C產品的內容 然後呢對它進行重整 把剛剛的效果把它重新載入進來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是Android的 圖片看起來是沒有動 再來上傳檔案這裡是採用的列表的方式來呈現 現在變成一個列表以後多了一個列表的標題 這裡有附加檔案大小 那檔案呢是Android的說明 大小呢是348.39K OK我們再回到這邊來 設定完成以後 我們來設定一下摘要的模式 摘要的模式你可以發現到 它把上傳檔案跟圖片這兩個欄位藏起來了 我們首先把圖片拿出來 放到body內文的上方 接下來標籤呢把它隱藏起來 我們不需要告訴人家這個就是圖片 因為圖片一看就懂 再來格式當然是圖片 使用的樣式呢我們改一下 我們把它用拇指縮圖來呈現出來 然後呢 這個圖片可以連結到它的本身圖片檔案 好按更新 再來body來講的話 目前它採用的是以摘要或以截取的內容 截取長度呢是600 我們把這個也改一下 截取內容呢 設定到250 好按更新 至於上傳檔案呢 我們就把它藏起來 只有User在看完整內文的時候呢 我們才告訴他上傳檔案在哪裡 在摘要模式中我們就把它隱藏起來 好按儲存 接下來我們來看摘要模式的呈現效果 再回到剛剛所開的分頁 再繞到最前面來 這次呢我們來到首頁 你知道首頁會秀出很多內容 而這些內容呢都是以摘要模式來呈現 現在目前第一篇內容呢是Android的 然後它採用拇指縮圖的方式呢 秀出了第一張圖 在第一張圖下面有個替代文字叫做I5801 當你把滑鼠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指向的地方是這張圖片的完整的網址 好再往下 接下來 那揭取文字呢只有250個字 這裡看起來不像有250個中文字 比較像是100多個 大約是100個字左右 因為中文字本來就佔據了兩個byte 好再回到我們剛剛3C產品管理顯示的地方 你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比照辦理來設定它的回應欄位 以及它的回應的顯示 OK 關於內容輸出的呈現方式呢 採用Zuple內建的做法呢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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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